快位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江西上饶市的大马路上 三角追障土堆立在中央 前面还有一块牌子 仔细看竟然是一座坟墓 经过的民众全都看傻眼 不小车辆通行时 得特别绕过这块障碍物 交通安全被打上一大问号 大家愤怒的很 愤怒的很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你不是革命烈士 因为不是什么科学家 什么工程 普通一个人 哪有那么扭的 民众愤愤不疲 马路中间竟然会有一块私人墓地 经过了解 这条路从2013年的12月开始建设 在今年的2月初修好 但就是这块墓地 土地协调出问题 土地所有人张先生 因为母亲的坟墓 因此得搬迁 他要求60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300万台币的迁移费用 双方对金额一直谈不拢 协商多次没结论 这块墓地一直留在路中央 成了当地骑警 也让过往人车难免心里 毛毛的